东西难吃不好停搓没有吃饱太早卖完 身屁胸拽屁拽 异星负贫 异星负贫之乱席捐北中南 全台六大怪奥可以攻击懒人包 前情提要台南甜点店推出芒果甜点 消费者觉得 芒果在装熟太轻不好吃 到Google评论留异星负贫 店家反问 奇怪念你为什么不拿来换货或退钱给你 言伤后有他人负义并另开战场 这家提拉米苏真的难吃 店家夸张的把说提拉米苏难吃的俗间私人照片 po官方限动调感 那接下来是 完蛋啊怒火燎原啊 烧到老板最后终于道歉 那未经我的同意 然后贴出我的照片 然后我学经历 然后甚至还有我的好友闺蜜 都一起被搏击 阴见不远 也不过才一季之前 有女子给点JPEG咖啡厅一心评论 店家反肉搜该女放网上狂编 被集后真的关门大击 这一言不合就负贫 就快成为台湾消费文化特色之一了 光是今年闹商新闻的一心负贫案例 高雄凤山在小摊子 最近因为连锁速食店推出熬龙虾堡跟着爆红 尤其是用整尾龙虾做的四盎司龙虾堡 更受欢迎 老板说订单接到手软突然爆料 但也因为这样遭到很多买不到的民众 涌入评论留下一心负贫 台南这间餐厅不只卖鸭血豆腐 还有大肠面线 不过却被网友吐槽 这样一碗五花猪肉面线要价135元 卖太贵了 上网到Google留下一心负贫 这名幼童玩耍的地方 竟然是在残障坡道上 小朋友来来回回 在无障碍斜坡上骑了好几次 让五金行店员两度出面制止 老板最后也受不了出面劝告 没想到这名妈妈不满店家好心提醒 上网刷一心负贫 他老子就是有钱要停怎么了 那不然等叫警察来 店家表示这里是警方取缔热区 基于好意劝客人 不要把车停在人行道 却散步时会被大小声 还以此被疫情负贫 天面装修请来专业团队 工作时间长难免想上厕所 老板告知师傅需要如厕 可以到隔壁用餐区 没想到一对来消费的情侣因此不满 老板尽力保持厕所清洁 这对反应的情侣却在Google 刘一心负贫 指责让装潢工人和客人使用同一间厕所 我觉得上厕所就是人间商品 不然他在那里上厕所 这件事没办法 所以就是我还是会让你压来上厕所 大家互相啦 刘富贫也是要花时间 想想你宝贵的时间与那一心负贫等值 三地娱乐新闻世界和平报道